詞曲 曲 李宗盛 這個是說明那個特徵的向量就是 在A比正轉換之後不改變方向的那個向量 那特徵值就是它伸展或者是縮短的 比例 假如特徵值等於1的話 那就是特徵向量在做變換之後不改變 假如特徵值等於1就是它做一個半轉 這又是另外一個例子 假如A矩陣是5445這個矩陣 我剛剛你們都會解了所以我就不解了 然後現在就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對稱矩陣好了 我們把5445旁邊分別乘上x1 x2的向量 還有它的轉次矩陣的轉次的向量 會得到一個然後再讓它等於1的話會得到一個橢圓方程式 把這個橢圓方程式做 這應該也是就是配方 但是這個配方可以是由我們的這個對角矩陣 去求對角矩陣來幫我們算出這個配方的方法 就是從圖畫出來的話就會看到像我剛剛畫的圖像一樣 有一個比較長的方向跟比較短的方向 然後這樣的方向就會是它的特徵方向 這個就是當我們去接這個特徵函數的時候 這個特徵函數等於0 就可以更解成lambda減掉其中x減的成績 這一個減不一定是都是時數 那有些減呢會有重根 就像lambda減掉lambda減掉i 它其實有r的都是同樣的lambdai 那我們把它叫做它的代數重根 代數重根的話不代表它一定會有 像這邊代數重根是r的話 它不見得一定有r的特徵像 像線性獨立的特徵像量 那幾何重根的話就是 假如同樣一個特徵值可以配上m個線性獨立的特徵像量 它就是它的幾何重根就是r 重數就是m 那老師這邊的寫法就是 它整個向量所擴展出來的空間的維度 就是它的結合的結合重數就是rmetric的 現在是三乘三的例子 因為我們剛才都考慮二維的例子 那三維也是一樣 只是變成我們就會要結一個三次的多項式方式式 這個例子的話就有一個重根 a就是它的一個重根 那它的幾個它的代數的重根 multiplicity就是2 c的multiplicity是1 當我們去解 看a有幾個特徵像量的時候 發現說它只有1個特徵像量 所以它的幾何multiplicity只有1 然後c的特徵像量不會多於它的 所以幾何重數不會多於它的代數重數 這也就是結論 這是當我們的幾何重數是3 代數重數3,幾何重數2 這個的話 的話 那麼 這就是算出來就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你們會算 那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假設我現在任意給你一個3乘三矩證 然後它的代數重根數都是3 那有沒有任何矩證它的幾何重根數也是3的 問題懂嗎 我給你一個3乘三的矩證 然後解出來也是量感減掉A的三次方 A是不知道是什麼值 有沒有可能它的幾何 因為像這個例子的話它的幾何 幾何的重根數是2而已 有沒有可能它是3的 答案是有 但是它只有一個可能 那個可能是什麼 它一定就是單位矩證的配數 它一定是對角線的那個值都是一樣的 其他的矩證它那個幾何重根都不同 超過2 這邊我就先超過 然後我們還講那個SVT 就是奇異矩證的分級 在策異的 Orange 請問你多問一下 吃辣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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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辣植土 SPD呢 就是對角化的一個延伸 那我講說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 譬如說我們之前有講印象 說我們會去求到聚發高可靈靈靈 譬如說他只是結出這類的證人 那我們最後要求出一個是ABCD 雖然ABCD的解不唯一 但是我們還是會要去求出可能的解 那這個過程就是要用到SVD 或者是要算一個速度印象 也是要用到那個SVD 應該是說應該好不空 那我們現在就拿一個 一輪的譬證來看 我剛剛的例子有一個是這樣的 一個三層二證證 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對角化了 那三層二證證呢 在幾個上的意義是什麼 在幾個上意義就是把一個二維的圖形 轉換成一個三維的圖形 它就是變成一個 但是它就是一樣做一個線性的變換 但是它的維度會做改變 那這維度做改變的過程當中 我們仍然可以去找說 它有沒有特徵方向 它很正常 是可以做出 falta 再一次 所以現在把這條交給 我會做錯誤 所以現在 他們在幾個下 而在這段 現在也可以做 改變 全部補充